最近看了一部日本傻白爱情校园剧 《集装吧!那边的女孩》 故事开始是这样的 男主姑姑从小到大都很受女孩欢迎 但她却从来没有谈过一次恋爱 斯坦们给她取了个外号 称她为观赏用男生 顾名思义 观赏性的意思 就只需要看看就可以了 不需要发展到恋人的那一步 于是受女孩欢迎的属性 顿时成为了一种没用的技能 不服气的姑姑为了证明 自己除了可看 把妹也是手道起来 于是就和斯坦们打赌 一定要追到班里的高冷班花三轮美院 一开始她以为只要逼东 扑倒加撒娇 就可以把美院迷得颠三倒四 结果人家反逼东还无情拆穿了 她只是为了证明 自己不是观赏性男主才追的她 不过厚脸皮的谷谷越挫越勇 她开始制造偶遇英雄救美 包夹护航 烈些倒是花了 但美院的笑容并不是给她的 原来美院一直有自己暗脸的对象 那就是他们的美术老师 旧木龙刺 只要是看到她 脸上的笑容就没有消失过 姑姑看出了追她的难度 她哪比得过温柔的美术老师 死党们都劝她赶紧换一个追求对象 可姑姑有点心不甘 都走到这一步了 她还想再坚持看看 虽然自己比不过美术老师 但她也没有放过任何与美院 独处的机会 知道她家门口油箱坏了 自己饿着肚子 也要跑去修理 知道她被高利贷催债 自己就搬到了她家隔壁 默默保护她 难怕逃战人最后还是发现了她们 也要死死抱住对方 不能让她们上台一分一毫 只有这样 她靠着自己的一片赤诚 终于打动了这个女孩高冷的内心 并成功获得了一次 请她吃饭的机会 渐渐的 她发现美院给人的高冷 并不是一种举人之外 而是她太成熟了 以至于她之前的小把戏 根本入不了她的法眼 原来美院从小就失去了父亲 和母亲相依为命 但因为母亲受不了失去父亲的打击 开始沉迷赌博 欠下了高利贷 后面还不了钱 就搞突然消失 留下一屁股债给美院承担 美院只好半工半读 白天上课 晚上则去外面兼职打工 活到家也只能啃工厂厂里分派的面包 即便如此 她也没有放弃热爱生活 在车上 看到青年占有爱星座 也会当众指责对方不让给老人 哪怕自己吓之后 还会遭到对方教训 这些都被姑姑看在眼里 她坚强 善良 勇敢 早在不知不觉中 她就被美院攻破了防线 她也早没有把追究她的这件事 当成当初和四党打赌的玩笑 她是真的喜欢上了美院了 可当她真正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 却立马感受到了暗恋的痛苦 果然成熟的人会喜欢更成熟的人 这样似乎就可以理解 美院为何会喜欢他们的美术老师了 至少对比她来说 真的是绰绰有余 美院想成为和她父亲一样的插画师 美术老师在每天放学后 不收费的 悉心帮她指导 还鼓励她考上美大 拿到奖学金 而随着她越来越了解美院 姑姑却越发觉得自己配不上人家 尽管如此 姑姑也不想放弃 因为她已经彻逗彻尾的爱上她了 死党们看不下去给她支招 要她邀请美院 参加一年一次的速博体验学习 就使全班同学一起去外面团结一天一夜 到时候创造和美院的独处机会 趁机和对方表白 姑姑觉得可以一事 但令她没想到的是 美院不想报名参加 因为她不想浪费钱 最近债主们又上门催债了 了解情况后的姑姑 主动跑到了工地挣钱 除此之外 她还每天偷偷给美院送上爱情晚餐 看到美院吃完后的便当 开心地像个小孩 自己在每天累死累活 还要贴膏药 止腰疼 姑姑这么做 都是为了让美院 能够像其他同学那样 一起参加这次的速博体验学习 终于在拿到工资的那一天 她满怀期待地等着美院下课 结果还是被美术老师抢先一步 原来不止她一个人心里装着美院 美术老师也曾用自己的办法 帮助美院 让她能够参加这次的速博体验学习 因为这次刚好是她带领学生们 一起去团建 所以就干脆邀请美院当她的助手 这样美院也可以靠自己工作 来减免内满的住宿费 不得不说 老师的手段还是高 以美院的性格 断然不会接受姑姑这种直接送钱 倒不如让她靠自己双手 姑姑再一次完败 那天的大雨 浇灭了她最后一次激情 这时我瞄了一眼 进度条还有半个小时 好歹也是本片男主 怎么能一直当田狗呢 果然巨型来了反转 因为白天的大雨 将上行为一冷 姑姑回到家的时候 便发起了高烧 美院刚好外出扔垃圾 发现了她 于是就照顾了她一半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 发现美院就躺在自己身边 自己的手还抓着人家不放 美院不仅没有排斥她 还帮她请假 让她在家休息一天 姑姑兴话怒放 天狗的春天来了 一下子又重新燃起了希望 她想通了 不管美院喜不喜欢自己 她也要继续喜欢美院 终于 心心念念的素博体验学习 要来了 在玩抽签游戏的时候 偏偏抽到了美术老师 和美院接吻 干 到底是哪个 没有眼力见的定的要求 瞄了一眼 竟然还是自己的司党 真会臭人哪 不过好在 美术老师是绅士 他就隔空飞吻了一下 并没有真的亲美院 姑姑终于松了一口气 晚上 大家要集合去山上看星星 司党们终于给力了一回 帮姑姑打掩护 让她和美院有独处的机会 她本来要表白的 吉谷和美院在小树林里迷路了 独处的时间 大部分都用来找路 这辈子就没这么无语过 好在美院温柔体贴 她不仅没有生气 还安慰姑姑 原来她知道了姑姑 为了让她参加素博学习 跑到了工地打工的事情 她很高兴也很感动 并对姑姑表达真挚的感谢 听到死的姑姑 这时却说不出一句表白的话 因为她不想破坏这份美好 有了她的这份感谢 就算不做恋人 又有什么关系呢 期末来临的时候 班主任却给伴侣同学 带来个不好的消息 美术老师因为家里的原因 要回北海道去了 这个学期是她最后一次 教授大家课程 听到死的姑姑 第一反应就是妄想美院 她看上去很失落 放学后 担心美院的她 一路跟着她来到了一棵树下 隐隐听到美院在怀念她的父亲 以及她口中说的 喜欢的人一个一个 从身边离去的感叹 这次她又要一个人孤零零了吗 姑姑听得也无比心痛 她该怎么帮到她呢 阻止老师离开 似乎也不太可能 结业典礼的那天 美院发烧了 虚弱到无法起床 更无法去参加结业典礼 这样也就意味着 美院见不到美术老师的最后一面 还有好多话没来得及说 还有好多想法没来得及表达 她不想像当初老爸一样 错失和她见的最后一面 成为她这一生的遗憾 姑姑听着很是心疼 可她现在的情况根本去不了 几番纠结下 还是她自己先去了学校再说 或者她帮美院和老师道个别 可当她站在礼堂 听着美术老师 说着告别发言的时候 脑海里却涌现了过去的种种 既然喜欢一个人那么重要 那告白一定要当事人自己来说 于是她疯了似的冲出了礼堂 回到家用被子裹住美院 要带她去见美术老师最后一面 好在死岛们最后也给力了一回 他们找了一辆轮椅 推着美院日剧跑了起来 冲啊少年们 虽然但是为啥不打车呢 影片的最后 美院还是赶上了见老师最后一面 并告白成功 说出了这几年对她的感激喜欢 改建她这几年对她的鼓励加油 为她指明了努力的方向 是她真正的人生导师 美术老师也很感动 精神能教到你们这么好的学生 也是她最清闲的事情 说完就转身离开了 留下美院一个人在原地痛哭 鼓鼓想起了她那天 在大树下说的那番话 喜欢的人一个一个从身边离开 便情不自禁地从背后抱住了美院 并表示只要能在美院的身边 无论是做父亲做哥哥还是做狗狗 她都会一直一直陪伴她 所以美院你并不是一个人 还有我呢 美院笑了笑 为啥不说做男朋友呢 原来美院对老师的喜欢 是一种把她当成长辈的喜欢 并非爱情 她喜欢的人一直就是鼓鼓啊 所以光着腿站在学地里的美院 你不冷吗 总的来说呢 这是一个双剑球的爱情 只是美院对美术老师的感情 真的很容易让人误会啊 而且作为一名可观赏性男生 还那么认真用心的追女孩 想不同意也都难吧 活该也最后成功了 好了 这里是唐司令说电影 喜欢这期视频的朋友 别忘了给我们点个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